原來後峰是舊三線 那麼東峰是東市之線 那麼從1997年10月7號 最後一班火車停止之後 現在已經開發成非常好的兩條自行車道 我在這邊 我們跟著我們的劉董市長 我們的吳立市長在這裡 歡迎大家到台中 副市長蔡秉坤已在地主人身份 率先向大家介紹台中市的兩大鐵馬道 不管是東峰自行車綠狼 還是後峰鐵馬道 都是台中市的人氣王 鐵馬族的騎車首選 這個開車太快走路太慢 騎自行車能深度旅遊 尤其是前幾天我看到一直報導 有一位大學生 他從彰化騎著意外 在台北到台北去環河 看他瘋狂的情形 我們知道騎自行車有多大的熱氣 中張頭苗栗 我一定會很久來騎 尤其去到苗栗 回到我們的桃花季 漂著那個雪多棒啊 那時候你就會看到一個很漂亮的 鐵鐵你加油一下 果然是總會長 全國行銷 要幫彰化行銷一下 聽到中華 我告訴你 副市長我要吃肉丸 那年代也要 年代也要 年代也要另外談那條 剛剛講最好的 對 最好 不只有台中 包括苗栗 南投彰化 都有專屬的自行車道 這次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心 為了推廣新上路的 中台灣優惠情報網 特別舉辦宣傳活動 邀請民眾拿著折夜騎鐵馬 跨越三縣市來完成集張 就能獲得紀念頭巾 消費還能換精美紀念品 這裡有四個搓張 你騎跨三個縣市 我們送你什麼呢 我們送你 我現在這裡所戴的頭巾 這個頭巾 我現在這顆很多變化 我可以當個圍巾 也可以當個手巾 我拉起來就是頭巾 騎自行車位為風潮 很多民眾喜歡用騎車的方式來漫遊城市 而大家出發前不妨先上中台灣優惠情報網 來下載優惠券 讓旅程省時更省錢 九軍台中採訪報導 九軍台中採訪報導 我們下載優惠情報網 我們下載優惠情報網